翻一翻童年照片 真有意思 特别的代价 不能变成我 因为 跟妖玻璃史官最深刻的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那个 潮州人家 因为我自己是潮州人 我那个时候 还不了解潮州文化 所以我觉得 潮州人家给我 把更深的 对潮州文化更深的 有更深的了解 我是 我觉得小娘母人 所以 对我来说 印象最深刻 然后 当时很 风一全新加坡 也在说 关于我们新加坡的文化 我印象中 新加坡 就是它的电视节目 大部分都是 比较关于历史的 就是 跟新加坡的文化有关 就是历史背景有关 大概就是演那种 呃 可能战争时期的那种吧 很像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 就是那个 和平的代价 还有历史的 这方面 我觉得新加坡演得比较好 我觉得最深刻的节目 就是 荷兰村 喜宁门 这些 因为他们 有印象是因为 我觉得他们是 常受局的 所以 看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 深刻还是 就是比较 长远 因为它显示 它显示 新加坡的 它显示 新加坡的 它显示 它显示 新加坡的 新加坡的 产生 产生 可以 一些 他们也认为 一些 他们也认为 Hong Kong-adapted gambling dramas SwangTien Isn Sun The context is very much locally based You have your markers that are recognisable Specifically by Singaporeans Or people who have been living in Singapore for a very long time You are performing histories that are also 那些人都很熟悉的 在西加坡的歷史上 西加坡的歷史上 西加坡的歷史上 在西加坡的歷史上 在西加坡的歷史上 所以我认为 这些人都很熟悉 在一些角度 西加坡电视剧 我认为 我觉得本土一点的 也不错 如果说他们超太多外国的 反正就变得说 都是台湾的感觉 但是少了西加坡感觉 那种电视剧 就不会真正觉得 所以西加坡电视剧 就觉得有点可惜 想象 更加自由的表现 更加 不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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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 不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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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做更多的 要展示了不同的合作的 以及在不同的舞台的舞台 其實 看到現在的一些 新唱片的作品 我對未來也沒有什麼 寶台大的期待 因為現在的作品 很多人都說現在的作品 不起以往都沒有那麼好 就是時不時才做我們一兩步很好的 這些作品 所以改一次啦 就希望有多一點 多一點好節目 就是要怎麼可以放人 一直坐在電視機跑一次 注意看的